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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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好 歡迎來到數位訊號處理器 第十一單元 我是授課教師林顯義 在這單元中我們要介紹的是 快速複裂的轉換 然後這個轉換 在我們數位訊號處理中 是大量被使用 然后我们回想我们在这个课程一开始 我开始表演了乌克利利 也告诉各位同学如何用快速复列转换 来计算我所谈的音 是否是哪一个音频 就是用到了快速复列转换 在这单元之后 我相信各位同学一定有一些概念 也有办法自己用快速复列转换 来做一些评补的分析 好那我们来看下去 我们的这个单元 我们的主要的学习目标跟大纲 我们主要是要介绍快速复列转换 然后我们要实做快速复列转换 在我们的CCS下面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part 我们来介绍各个急迫法 就是Divide and Concur Method 然后我们之前知道 我们要算DFT 然后FFT主要是 就是一个加速DFT的一个计算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DFT的运算是非常花时间 如果你要计算 N点的DFT的话 就需要N平方的乘法器 但是如果你用FFT的话 它的运算量就会被减少 假设是N4如果是1000的话 N平方就是100万 是非常耗时 所以FFT就是发展出来 如何来快速计算DFT的结果 然后我们知道这是DFT的公式 这是Inverse DFT的公式 好 那我们来看 如果你直接用DFT计算的话 对每一个DFT的点 假设它index是K 我们需要几个复数乘法 需要N个复数乘法 还有N-1个加法 如果你是要算N点的DFT的话 就是怎么样 N乘上N 就是必须要N平方的复数乘法 以及N乘上N-1的加法器 那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 例如说1000点的DFT 你就怎么样 会需要10的六四方个 复数乘法 加法需要这么多个 那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 即便是你用现在的电脑去跑 还是会感觉出来 有那么一点时间 好 那各个急迫法 它的想法就是说 我既然要算1000点的DFT 我合不就是把1000点拆成 比较少的点 然后分别去算 然后最后 合起来结果 也可以跟我想要算的1000点的结果是一样 所以基于分解N点的DFT 为点数较少的DFT点来计算 来计算最后的结果 那这是这种间接的方式 所以叫做Divine and Conquer 就是把这大问题 切成许多小问题 然后一一解决 就可以解决我们所要的问题 所以做法是将 一维的阵列排成二维的阵列来索引 那这个我们知道阵列 二维阵列可以用 这个行取向或是列取向 所谓行取向就是说它的 index是这样 一行一行这样跑 列取向是这样跑 好我们等一下就会来介绍 什么是行取向列取向 那行取向呢也就是说 一个信号SofN它如果排成二维的话 它可以用二维阵列来表示 那这边L跟M基本上它怎么样 就是就是Row跟Colon的index Row跟Colon的index 也就是说当你用行取向 这样行取向的排列的话 假设给你一个L跟M的话 你就可以计算N是多少 那N应该是怎么样 等于L加ML 那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是二维的阵列 它有L个列 M个行 那你来看 这是它index分别是L跟M 分别代表它Row的index跟Colon的index 所以它的行排法 行取向排法是这样 第一行排完排第二行 所以它的讯号是 一维的讯号是这样子排下来 排成二维的阵列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数值 代表01的话 它在二维的index是01 那带个公式的话 它应该怎么样 0带进去 1带进去 因为L是5嘛 所以乘上5 所以是S5 我们来看 它的位置是01 代表这个01 所以01是这个点嘛 因为它是航排列 航排列 所以这个点 现在是0 1 2 3 4 5 各位看到 因为它一维阵列 这样排进来 航排列嘛 所以S0 S1 S2 S3 S4 S5 所以排成二维阵列 就是表示成01 如果用 航取向的话 是这样子的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另外一个位置是10的话 代公式来看 它就是1 我们看图就知道 假设10的话 10在哪边呢 10是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它用航取向 S0 S1 所以就是S1 所以这样的方式 那列取向呢 叫Rowwise Rowwise的做法 跟刚才的航取向 是很类似 它的公式就是 这个K 那我们先把定义成S 它用P跟Q 所以K就等于MP加Q 那M是它总Codern的数量 所以航取向是这样排 一维阵列 讯到这样排完 再排第二列 第三排第三列 好 这样排 它总共有L 个列跟M的行 好 那我们来看个例子 假设一样 我们一个二维阵列是01的话 代公式应该是S1 为什么呢 你看01在什么地方 01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但是它是Rowwise 所以它是S0 S1 好 就是S1 所以各位看到 Columnwise跟Rowwise 即便它index是一样 它表示结果是不一样 所以表示结果代表说 讯号的index就是不一样 好 然后另外一个 如果是10的话 代公式算应该是S10 好 你看 10是什么地方 10是这个地方 那它是Rowwise 就是0 1 2 3 一直到这边是S9 X10 所以Rowwise是这样的方式 各位同学 在这个Part里面 我们介绍了快速复利的转换 然后这转换主要目的 为了加速复利的转换 然后为了介绍快速复利的转换 我们首先介绍了 各个急迫法 那各个急迫法 只是一种手段 一种技巧 在下一个Part 我们将介绍 各个急迫法的第二部分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